蒙莉柏詞 薛正瑋和80000 Fitness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蔚美術館 參加我們一蔚文化系列的講座第二場 山水話與中國文化 除了上一场支持我们的朋友之外 也有一些新的面孔 请容许我用小小时间来介绍一下 我们美术馆和我们今天的讲者 我们一身美术馆于2015年5月15日正式开幕 到今天8月15日刚刚好 成立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作为一间 多谢大家 我们作为一间非贸力的民间博物馆 最主要都是和一些藏家和艺术家合作 举办展览来推广我们香港和中国的文化艺术的发展 而我们美术馆的开幕展览 《一生八年一图居藏20世纪中国绘画展》 展示了40幅来自13位中国20世纪艺术大师的作品 为了配合今次的展览 我们美术馆的馆长杨春堂先生 就特别推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化艺术的讲座 而杨先生已经有超过40年的艺术馆博物馆的工作经验 曾经任职于香港的政府和香港大学美术馆 杨先生于2013年正式获任成为我们美术馆的馆长 最主要都是帮助统筹筹画我们美术馆的开幕 和我们美术馆未来各项展览的筹画工作 现在事不宜迟请大家关拜所有的手提装置 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杨馆长 谢谢 谢谢 多谢各位在这样的天气之下 来花你两个小时 讲一讲我对这个题目的经验 我经常跟后辈 因为刚才我的同事有来介绍我 超过40年的工作经验 我本身是神童 10岁工作40年都50岁 所以这个经验 我希望有些朋友在座的朋友未听过 我希望能够用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的山水画 当然我今天所讲的山水画 焦点都集中于古代的山水画 现代的艺术我暂时不讲了 因为我经常都认为我们先要认识历史 才去看现代 以至到展望张岸 讲到山水画 今次是第二个讲题 两个星期前 我第一个讲题用人物画做题材 我知道各位对于中国的绘画艺术 肯定认为山水画是一个主流 不过偏偏是张山水画 就放在第二位 我先让各位认识了我心目中的古代的人物画 我强调一件事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人物画那场介绍里面 就是说天人合一 即是说我们中国人 生长在世上 跟天是有一个沟通的 这个天是有感情的 它看着我们做的一举一动 而有回应 这个回应 它可以下大雨 可以放晴天 可以下雪 甚至它要惩罚我们地震 它觉得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就风和日丽 五谷丰收 我们看 我们古人 很简单 这个人字是怎么写的 这个人就是一个側面 然后拱手 这个表面弯弯地 就是鞠躬 这个就是人 如果我牙策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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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霸道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字 是大字 我要做大人 所以 侧面 给你看了之后 就给它正面 你看 我上一次说人物画 我们中国人不画正面 因为正面 眼耳口鼻 不清楚 因为我们不画阴影 好了 天是怎么写的 天呢 如果在大字 加画就是天 是吧 那很多人就认为 就是 这个人 上面的东西 就是属于天 这个很逻辑 不过我很坦白 告诉各位 如果在象形文字里来看 象形文字的天 这边 是一个大头仔 大头仔 强调什么 强调的路 所谓大头 大头仔聪明 路很发达 这是大头仔 因此我们祖先 就认为 这个头 其实代表上天 所以你们每人 都有个天 你每个人 都有个头 如果你的脑越发达 如果你的脑越发达 就变成了寿星公 所以我们中学人 设计寿星公的形象 这个字押凸出来 你看看人长不长命 就看他能否得牙 所以寿星公 的牙非常发达 就是长寿 这个长寿 与天齐 长过就长得多 所以 头部是代表天 我们再看我们古人 看着天是怎么看的 用天文镜 上天有 金星 木星 火星 土星 金木水火土 太阳月光 最主要的行星 就在太阳这个宇宙之下 除了地球 金木水火土 全部齐了 那我们的头 有没有金木水火土 有 那我们的外面 太阳了 你会被呢 这是什么 是人的 我们的眼睛 有没有的 matching 水火土 一些生涯 浓沓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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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沓 那個就是皮 就是土星 如果看看你的腎好不好 就看對耳朵 腎是屬於水 水星 我們的肺是靠鼻呼氣 這個就是肺 屬金 呼氣 鼻是金星 看看別人有沒有肝炎 就看了眼 眼就是 屬於肝 就是木星 金木水火土 就是說 我們人的樣子 在我們古人的心目中 是一個宇宙 齊全 而這個宇宙 是牽涉到我們本身身體五個重要的器官 心肝脾肺腎 所以你看到我們中國人 是將五行十數各方面的東西都放在一起 是可以解釋萬物的現象 是可以解釋萬物的現象 你說看天 天是怎樣 無限大 古時無望遠鏡 怎麼看呢 看自己的樣子 看每個人的樣子 已經看到天 已經看到天 因此很早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 不注重周圍的自然現象 是以人為單位 人是主導 因為人本身已經代表了那個自然 是一個天 有些朋友說 不服氣 人怎麼代表天 眼耳口鼻 我不信這件事 那麼好 我就說你看一看天 看到甚麼 就用眼睛看一看 不要長期看 看一看 當然是白天我可以看到 看到甚麼 最容易看到天空中 是有一個太陽 是吧 到黑夜的時候 又會看到天空中的繁星 不過最容易辨認 那顆星是甚麼 就是月光 月光是怎樣的 圓的 太陽是怎樣的 又是圓的 所以說 你不信 眼耳口鼻 神竊 是 金木水波圖 你也要看天 你相信天有個太陽 有個月光 有個太陽 因此 古人就說 天是圓的 那我就看你站在這地方 那站在這地方 是個地下 那地下 很多一塊塊農田 我們中國農業立國 是吧 奸種 農田是甚麼 是荒田 是四荒的 所以在天空下 我看到一塊地 那塊地是四荒 那田就要水間種 那我看一看田邊的水流 那些水流 有些風吹 有些波浪 起了涟漪 那就是曲的 有些風吹 有地 有水 我畫了出來 這是誰 這就是人 這是頭 身體 這隻腳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 宇宙觀 我們一路畫人物 是現實一個人物 但是我們畫 我們周圍的大自然 其實是畫甚麼 都是畫個人 我們周圍的風景是一個人 那好了 有朋友說 不服氣 不服氣 太陽月光是圓的 但是還有很多星未必是圓的 月光有時也不圓的 好嗎 你不服氣 我就插了一個圓圈 那變成甚麼 空白 你看看天 沒東西看 一片空白 好了 你說水 看不到波浪 看不到 這麼大的海看不到 總之是平的 又一片空白 所以天不滑 水不滑 變成地 地 我不耕田 我不耕田 那塊地不是四方 好了 你不中田 你做甚麼都 都沒有一些活動 但是我們周圍 起碼看到 這個大地上面 是有一樣的 這是地理的自然現象 就是 山地 是山 我們再看下的山 山是怎樣的 山是有個山峰 這樣 這是山 於是 如果你叫楊某人 畫一幅自然的風景畫 這幅 有天 有水 有地 只不過地 是三角形 不是四方 這幅就是我們的山水畫 封復 還有一個理論 人 的心存 如有氣 氣英文就是energy 你做人萬物 沒有energy 沒有氣 即是沒有活力 沒有動力 那甚麼都不用做了 是吧 自然有個力量 這個力量自然界都有個氣 空氣流動 就變成了風 這樣 自然界那種氣 是怎樣可以去感受到它呢 我剛剛說了 就是由風去帶動 所以天的自然氣 就由風去帶動 地面上的自然氣 是怎樣 由水去帶動 所以一直以來 我們中央人說風水 風是空中的力量 水是地的力量 沒有風沒有水 我們的人就生存不了 這個世界就沒有了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解釋 對自然的解釋 對生存的道理 如果相信 人要有氣 天地要有氣 那我們是怎樣 要保存氣 是吧 即是保存我們的力量 甚至我們發揮我們的力量 於是 我們保存的力量 在空中的力量 我們要藏風 將風帶動的力量 收藏 在空中的力量 是怎樣收藏的力量 如何收藏的力量 如何收藏的力量 靠山去保存它 靠山去保存它 所以如果山的形勢是做得好 就可以藏風 就是地面的力量 地面的力量 我們需要藏水 我們要保存的水 這個藏呢 我們可以用另一字去寫 就是追水 追上水 我們要保存的水 這個藏呢 我們可以用另一字去寫 追上水 你没有水怎么生存 需要聚水 要纳水 因此一般在河流旁边 就会有居住的人的遗迹在那儿 如果不近河流怎样 作个井 都是聚水 你不懂水怎么走法 你没有办法去聚水或者纳水 因此你就拿不到地的气 那你没有水吃 是吧 那你要买 超级市场买水 是吧 那如果你没有好的山 作为屏风 将那些风 大的风走了 温和的风收纳走它 那你住的时候 就变成了没有凉风 那你要常常开冷气机 因此 我们古代中国人 生活 无论你信不信道教什么教都好 其实原理就是要藏风纳水 是于聚气 因此 因此 山 水 是代表了我们周围的环境 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早期的中国人 如果你说要画一幅画出来 首先是画自己 是个人 接着皇帝叫我们画一些偶像 我上一堂说过 都是画人 如果你说人旁边的自然环境 画什么 山水 那我们就看了 那我们古代人如何画山水 水 我说不画了 一片空白 山 有大山有小山 因此我们看到 早期我们中国人画画 画个山 是怎么样的 人大于树 树大于山 人大于树 树大于山 很卡通的 不合比例 为什么有这个观念 因为 我们始终认为 人是最重要 我们始终认为人最重要 所以 周围的东西 包括树木 是一个配角 即使树木生长于山 山也是一个配角 我们见自己 最重要 接着旁边 最近我们就有一棵树 所以树 在我们古人心目中 比山大 这种比例 在我们今时今日去看 绝对错误 是否 你用 另一个真正绘画的角度去看 是不合比例 是画错了 你用这个尺度去衡量这幅画 是不合格的 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面 诗经 其他早期的文学也都反映到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文学上面去描写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 风景 这些描写全部是次要的 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以人为本 所以由先程 一路到汉艺 我们的文学作品 没有讲山水 即使讲山水 是一个辅助的环境去配襯 在汉艺或者之前的艺术品 我们看到画的题材是什么 是人 是动物 是料 是神兽 周围的树木 建筑 都是次要 不要看山 好了 过了这个艺 我们中国人就踏入一个进 进是南北朝 我们中国人是面对另一个惨痛的历史 进南北朝这几百年是中国的黑暗时代 战争多 生灵涂毯 人民生活困苦 于是 有些人就觉得 咦 怎样生下去 平日打仗 又没得吃 所以在进南北朝 就救了我们中华民族有两个信仰 一个信仰就是道教 一个信仰就是佛教 杜教 前身就是杜家的思想 杜家源于春秋战国演入 去到汉朝的时候就衍生了所谓的黄老思想 我说的金木水火套 这些都是在春秋战国已经发达 去到汉朝末期 人们就偷偷拿了老子那本《道德经》 就变成了《拜布》 就成立了道教 就将一套切学的学说 变成了宗教的守责 成为一个信仰 这是道教 但同一时代 印度的佛教就传入了中国 他经两条路进入中国 一个是西面的思囚之路 这个大家都不会有争论 因为在思囚路上面 我们找到有佛教的遗迹 虽然不多 最多当然是南北前开始 但另一条路 就是在东南亚楚船 入江南 这个是南方的路线 有西传的佛教 有南传的佛教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在三角梧这个地方 位属梧三角时代的梧这个地方 即是江南一条地方 我们找到佛教徒的骨灰冠 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 就是要保存遗体 去土壮 但只有佛教这个信仰 告诉我们 你的遗体是不重要的 所以遗体可以火化 我们中国人不想火化 除非它是佛教的信徒 我们在江南一带的古代武藏 尤其是吾国的武藏 找到佛教徒的骨灰冠 骨灰冠 这就证明了 就是两个宗教 就在那个时代 就进入我们中国人的路里面 那两个宗教叫我们做什么 道教叫我们 清静无为 这个无为很多朋友 就有不同的解释 那我以为无为而至 就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没有做 就没有事发生 就不会有错了 那无为呢 我觉得 就不应该这么解释 这个为呢 就是利益的意思 因为 很多人做事 当然要为利益去做 是吧 我打工 我当然为身水 你做生意 当然想赚钱 是吧 那为名誉 为收入 甚至为健康 都可以为利益 因此 无为的意思 就是 不要有个人的利益 那就不是为了如此 所以如果世间 我看到有一个 领袖 是无为的话 我一定选他 你做区议员 立法局议员 什么什么都好 你告诉他 你是无为的话 你是真是政治家 你做任何一个行业 做领导人 你无为 你一定受人 警弱 一定做得好事 那这个是无为 世间上要做到这个地步 很难 很难 但是道教 就叫清静无为 清心寡欲 你无欲念 这个欲都是你的利益 两样东西都是同一个道理 清静无为 清静 清心 这两样东西 要如何达到这个境界 如何去修为 你们今天不能清心寡欲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100个人 因为这里有100个人 一百个人 是吧 变了这个环境很局促 是吧 我又不能清心寡欲 因为 我是想引你们留两个小时 是吧 那如果我真的要清心寡欲 清静无为 唯有怎样 离开搬塘 走去哪 走去大茂山 太平山也有很多游客 就上大茂山 上山去 因为要有一个静的环境 你才无违去寡欲 对吧 因此 在晋南北朝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好 如果你觉得 太辛苦了 生活太不如意了 你想好好心经去做人 你又不能自杀 佛教告诉我 自杀落地狱更惨 是吧 又不可以这样做 那要好好地做人 就唯有怎样呢 就是 凡尘的事 去避了它 避了它怎样避呢 上山 登高 那你信道教 登高 信佛教又去登高 就躲在山上 做寺院 去修行 对吧 你入道 你可以出家人 佛教徒也是出家人 就走上去心翻 如果你说你不是要入道 或者出家 你可以做什么 归隐 做隐士 对吧 所以陶渊明 就要做隐士 其实做隐士就躲起 借了人很多钱就要躲起 政府通缩我又要躲起 家人问我家用又要躲起 怎么躲 走进深山野岭 躲起 就要躲起 不躲得去大海 大海会死的 在船上 扶着扶着 会沉船 就要上山 越往山上走就越安全 对吧 但是你去到深山野岭的时候 你怎样生活 你猜真的有人煲咖啡来喝吗 有人种田给你 你要自己自力更生 你自己要去山坑拿泉水 拿山坑水 对吧 你要过一些很简单 很顺樸的生活 对吧 于是在南北朝开始 就是中国人在文学上 我说在文学上的作品 一定是读书人 老百姓是否会写字 不会写的 是吧 所以读书人 在这个时代 就开始尝试做一件事 就是将描写 自然环境 描写山水 这些作品 推到他做了主角 以前是配角 因此在南北朝的时候 譬如有山水诗 我们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大诗人 谢灵魂 就是一个著名的山水诗人 那陶渊明呢 就是写田园诗 田园诗呢 与山水诗有些分别的 这个陶渊明 田园呢 起码你见到田园 有庄园 山水呢 的地园更大 那田园诗也好 山水诗也好 都是描写一个自然的环境 其实我们现代来说 是写什么 是写风景 这个风景的作品 那在南北朝呢 就开始 成立了这一个科目 那画画又怎样呢 读书人是会写字 会看你写什么 老百姓不会看的 老百姓呢 要得这个信息呢 就看什么 看 看幅画了 是吧 就是画公仔画出来给你看 那以前呢 画山水 没有东西看的 因为人大过 一棵树大过山 怎么画呢 不懂画 不过中国人不懂画 那后来 在 丝绸之路呢 很多佛教的石棘子 我们看到很多壁画 一望 咦 这些 印度啊 中亚尼 这些佛教徒 有很多画画的 就在这些寺院上面 就写了佛教的故事 那这些佛教的故事 包括了 释迦牟尼佛城道的经过 那这些这样的故事画呢 一定牵涉了什么 风景 那就看到这一批呢 不是中国人的画家 去画画风景 那我 咦 他们画风景 跟我们以前 的想法不同 因为他画风景呢 山大过一棵树 树有大过一人 完全是两回事 那我们看完这些佛教徒的壁画呢 就觉不起来了 就原来我们之前画这个自然的风景呢 是错的手法 那就开始呢 就跟这些西方的画工呢 学习这个西方的画法 其实这个画法 包括了画人 只不过呢 我们中国人呢 眼睛是眼镜 就不画阴影 因为阴影呢 就不吉祥了 因为有影呢 人样就黑了 人呢 黑呢 就口黑面黑呢 就一定不吉利了 所以画 但是风景呢 就可以跟回自然的现象呢 画回它的比例出来 画回现实出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时代 中国人过了关了 佛教 道教告诉他们 你这一世不好呢 来生可以好好 用点心思做人吧 你这一世怎么做都是这样的了 不要紧要 因为你这一世人呢 中一个善果呢 那你来生呢 就会有一个好的恩怨 这个观念呢 令到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得成正果 肯去捱下去 皇帝 你以为皇帝好吗 南北朝的皇帝 做几年皇帝又被人拉了 国家呢 十几年又没有了 一样是 不得善忠 所以皇帝 读书人 平民老百姓 并全国 都走去信佛 走去信道 令到呢 在艺术上 文学的艺术 有一个 特别的项目 山水作品 山水诗 在绘画艺术 我们开始 懂得画风景 但这个风景呢 不是我刚刚 开场白所说的 山 天不画 水不画 只是画个山 因为这个呢 是我们中国人那种 带有哲学味道的山水 但是南北朝 佛教堂画的壁画呢 是没有这一套理念的 他是画一个现实的风景画 那我们终于画了 这就过了关了 去到唐朝 唐朝一个盛世 于是呢 唐 以至到宋 中国文学上面 写诗 发达 宋代写词也发达 唐诗宋朝 宋词里面有不少的内容是说什么 描写风景 床前明月光 床前前面的月光 都是一个风景 是吧 独坐幽黄女 一个人坐在竹林里面 也是一个景 这些唐诗宋词就是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学上很有特色的艺术 那如果我们把唐诗宋词 视觉化了 你不懂得纸吗 不懂得看诗吗 我画了它出来 那便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幅幅的风景画 那你以为唐朝的人是否会画 不是很多人会画 但是有人画过 所以我们去到唐朝的时候 是看到中国人画的风景画 山 宇宙人物的比例是很恰讨的 那这些文学作品 这些写风景的绘画 是被我们作为读者 作为观众 欣赏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诗词的作者 这批风景画的画家 这批作者 他在他作品的角色是什么呢 是一个导游 他写了一篇游记 你看了一篇游记 他就告诉你 黄鹅楼 多厉害 他就带你 用文字写出来 所以作者的角色是一个导游 他画了一幅风景画 画到山很漂亮 树很漂亮 环境很好 很舒服 他就是导游 他写出这个景字出来 就让你去欣赏这个景色 如果我们 将现在这个时代的行业 走回唐朝 那些旅行社就要这么做 旅行社介绍那篇 导游的宣传稿 就是唐朝人写的游记 唐朝人写的山水诗 旅行社现在拍的那些漂亮的照片 就是唐朝人画的风景画 这些全部都是导游的角色 因此 我们去欣赏一幅早期的山水画 态度是什么 你是游客 你是游客 你看看作者 如何带你去看这个景 唐朝的情景就是这样 唐朝末年 唐朝末年 中国的社会 又出现一个乱局 就是五代十国 是吧 五代十国 大家知道 又是好像战国时代 很乱 唐朝末年 唐朝的皇帝竟然禁伏 不让人信佛 所以你说清心寡欲这个概念 都不要想 怎么办 政府又迫害 社会又找不到食 就好像南北朝那样 又上山 又去登高 又去避世 逃避这个世情 走 南北朝的时候 我们中国画家画画 未成熟 但到了五代的时候 已经经过了几百年 我们进步了 所以五代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批画家 是写山水画 你打开一本中国举话史 讲早期的中国的山水画 当然是讲到 敬浩 关童 就是这一班人 你随便打开一本书 都知道了名字 他们留下几幅这些作品 全部都是好像我们 我们现在所看的 传统山水画的面貌 变成了 我们讲我们现在的传统的 中国山水画 可以由 从唐朝末期五代开始那里看起 他们一幅幅的作品 只不过担忧一个什么角色 导游 是一个导游的角色 这些画 是什么人画 是读书人画 因为读书人 是罪不现实 俗语所句是罪无腰骨 不肯承担 一有事 就走为上掌 就上山去 就离家出走 剩下 茅廖当然是租康妻 当然是可怜的父母 未成年的子女 读不成书的弟弟 就是这样的环境 是吗 这一批上不到山 可怜的民众又如何 他们上不到山 他又看不到山水画 于是 他就只可以 千百年来 我们中国人 牢牢去他所要求的一幅画 就是宗教画 宗教人物画 就画了满天神佛 所以 先秦 魏俊 南北朝 唐宋 在导冠 在寺院里面 我们所见的绘画是什么 是神像 是吗 在家里面所见的画是什么 亦都是神像 这些所有的神像都是人物画 是什么人画 是民间的画工去画 即是等于 很多这些家私 这些乡村的屋 是什么 是民间的技工去做 这些出色的工艺师 他的名字是永远不知的 因为这些技工 他根本都未读过书 他只会一代一代 将他的技术 口传 以及用他的记忆 告诉他后人 告诉他子女 告诉他徒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去到堂 我们看到有山水画 但这一批山水画 他的知音者不是老百姓 老百姓所有人看到的 所要求要见的 就是保佑过 度过他苦难的神仙 他不懂得走上山 所以读书人要逃避的现实上山 老百姓逃避的现实求神保佑 所以我们中俄的句话 是造成两个系统 一个是山水画 一个是宗教的人物画 如果皇帝朝廷要画人物 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就是为政治服务的 是画圣言 或盐军 或这些著名的将军 烈士 是有教化作用的画 这些人物 还有一些 现在石果耿泉 看到几张 风俗画 例如 张宅端的清明上学图 这些风俗画 写街景 写个时节 这些不是普通人去画 普通人去画 你干什么呢 老百姓不需要做这个新闻记录 做新闻记录是谁做的 政府做的 去到宗朝 其实五代开始 中国的绘画艺术 就是艺术方面 出现一个突破 就是政府开画院 藍堂理校主的藍堂有画院 四川的西边的西属有画院 去到宋 入到宋 宋人文则彬彬以文兴国 设立画院 那设立了画院 就是说 你如果在绘画那里有成就 你要做什么 做画师 画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当官 你想想画画可以做官的 香港的文化艺术一定是很发达 但是试试你现在画画很厉害 做不到政务官 这件事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德政 尤其是宋代做了这件事 这件事是 朝廷设立画院 那你真是你不读过书 你一个民间的画工真是进到画院做官员 有可能 你当然要读过书 读过书即是知识分子 是士人阶级 即是文人阶级 所以在宋朝 就是文人的画 称为士留 民间的画工 就叫杂留 坦白地说就是吳入留 那如果你做一个画家 你必定要争取这个地位 你要争取的地位 一定要做文人 你要做文人 一定要有文学的修养 所以去到宋朝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画风景画 是要表现了一个很基本的元素 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画不同 文学色彩 你说一个神像写着观音菩萨 很普通 对吗 何谓文学色彩呢 去到明清的时候 很多山水画是提斯的 这个你明白了 那一个提斯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写出画的内容 但是宋朝的时候 他考 画家入画院当官 当然出题目 我们现在考大学有学试 考什么都要出题目 你要做画官 当然考你了 我为黄大昌的题目 我为黄大昌的题目 深山藏古字 风景画 山水画 你画 再说现在有一百个观众 每人拿一张笔出来 拿一张子里画 深山藏古字 我是宋斐中 宋斐中 没什么 宋斐中 亡国 我这些都是受金看的 这些叫春堂看 怎样考到画状元 深山藏古字 真的入围了 可否判断 怎么办 人家叫他画山水画,他画了两个和尚,两个和尚就担住两桶水, 那他拿到第一名,这个就是一个意境, 通常人在深山藏古字,当然是画过和尚纸出来,佛纸,他没有画到佛纸, 还要表明他是深山,在深山里面找不到河流,作不到一个井, 因此和尚都要食水,要担水, 所以宋徽宗见到这个人画这幅画,就提名是深山藏古字,他赢了, 还有一幅画,说出来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怎么画,所以不考虑你们, 我小时候都听过这个故事,马蹄香,大家知道种状元那个怎么画, 他那只马蹄,马蹄有些蝴蝶飞,追着马蹄,那就是马蹄香, 所以我做导赏,我介绍齐八石那幅子藤画,即是那幅,即是鱼虾鞋隔离那幅, 这幅画画了三个蜜蜂,不是三个蝴蝶,我介绍齐八石很聪明, 因为他画了三个蜜蜂在上面,就证明, 画的紫藤花不是塑料花, 塑料花没有蜜蜂去的, 没有蜜蝶的, 是吧? 他打破了我们中国人传统只是画蝴蝶, 他画蜜蜂, 这个归去搭花,马蹄香, 于是就考起了很多人, 马蹄怎会香呢? 原来他画了几只蝴蝶,追着马蹄香, 以我记忆呢? 所以是南下的一位, 是南下的一位, 《竹所桥頭賣酒家》 即是這個店鋪是賣酒的 你畫了 我先喝一口水 畫家酒店 在外面畫一條橋 很簡單 粥 說粥很簡單 最難就是 這個字 竹如何鎖住橋頭 畫耶路鎖在那裡 竹放著鎖 竹橋 竹橋 竹的橋 為何要鎖住橋呢 只是竹橋 竹造的橋 竹圍著它 竹圍著它 你拿第二吧 我不敢畫 因為我不太懂畫 那幅畫是怎樣 畫一個竹林 竹林旁邊 是有一條普通的橋 竹樹上面 是掛了一個招牌寫著走 即是說 這個招牌被竹樹鎖住 跨在那裡 你看到這幅畫 你就知道 在橋頭旁邊 是有賣酒家 而這個賣酒家的賣酒的招牌 是跨在竹樹上面 而在竹樹上面 是跨得很實的 它不會跌下來 這就是一個意境 他考第一 他不需要畫一個店頭出來 這些意境 宋非宗玩得很高明 這個情境 其實就是用詩詞去講出來 但是要把它視覺化 你認識這句好詩 或者這件文學的作品 包括很漂亮 很有意境 但我要你畫出來 因此 宋代的時候 就可以出現到 很多出色的畫家 而這批出色的畫家 不只是畫 他們做什麼 文學修養是很高的 是吧 萬六從中一點毫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你畫吧 膠卷 哪個方案是符合 這個狀元所畫幅畫呢 我送一件古董給你 什麼 畫什麼 畫著學 單頂學 這個畫家沒見過單頂學 我也沒見過單頂學 只是想想而已 萬六從中一點紅 什麼 畫個美女 畫個美女 那怎樣是萬六從中一點紅 美女就代表紅 在一個 在五樓那裡 蟲林裏面有個美女 OK 那考第三 考第三 古董 拆為半件 就變了兩件古董 這個 重林 你現在開水 說美女 想著做水 水 反應她的紅唇 OK 那怎樣是萬六呢 倒影 倒影是綠色的 嘴唇 嘴唇 是紅色的 但是怎樣叫做萬六從中一點紅唇 但是你要呼應萬六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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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拿一件古董 吧 大把機會 你多點聽我說了 一定送古董給你的 多點來一身美食館 知道嗎 這個畫家 是一個很出名的畫家 我記一下他的名字 那如果你看畫室就是劉重年 那劉重年就畫了這幅畫是什麼呢 他畫 外面一個大海 那個大海是碧綠的海 那這個是萬六 這個海 什麼都沒有的 那個海上面呢 畫一點紅 這個紅就代表什麼 紅日 很簡單 那就是說在碧波之上一紅日 就等於萬六從中一點紅 那 即是去到宋朝呢 是將山水畫文學化了 那宋朝的畫 不輕將這些萬六從中一點紅 歸去搭花馬堤鄉這些寫上去 但是去到元朝的時候 怕你不會欣賞 所以畫家呢 甚至於便會寫上去 啊 好 那便寫上去 所以在元朝開始呢 便會提司提款 вер 好 去到贍給了 movement 就沒有這種東西 還沒習慣這種東西 只不过就开始负责任 写自己的名字在旁边 他的名字写得很小 很害怕你看不到 我们现在有些古画 用放大镜子才能找到这幅画是哪个 为什么是这样的 很害怕的 画得不好 是惩罚的 如果皇帝一不好脾气 是没命的 所以画画照画 但是又不敢出名 很矛盾 所以读书人 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痛苦 又想赢又明 但又怕死 一直很苦闷很苦闷 去到元朝 去到明朝 去到清朝 不理了 只要写 提诗 那因此他们其他的画不敢写 只是写山水画 因为其他的画如果写人物 会有背景 是吧 你可能被人误会 你歌颂一个奸臣 或者 原来你写一个 皇帝不喜欢的历史人物 或者你写的样子出来 是讽刺当朝的大官 所以不敢写 那因此我们中国的人物画 去到宋以后 就只可以在寺院那里寻 那寺院是什么画大家都知道 不能说他画得不好 但他的题材是局限了 他是没有了这种诗情画意 只有艺术家和画家寄情于一个山水的题材 因为他们 热忠于这个山水 就将唐朝人 角色逆转了 唐朝他是做导人 到了宋朝 他就做游客了 明白吗 即是说 以前他画画 他是介绍过景给你 但到了宋元明 他不做导游了 他将自己放了入画里面 他是游客 那就到另一个境界 是吧 所以 作为一个导游去写画 他是介绍风景 写了一些村落 写了附近的那些马马牛牛 好像一幅 大型的风景画 但当他自己是游客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介绍这些 航程给你认识 他就有得选择 就等于你自驾游一样 你喜欢驾车去哪里呢 你又去哪里 他就会选择 他就会选择他心仪的山水 他就会选择他心仪的山水 你见中国人画山水画 很多时候见到一个孤独的男人 就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他就会选择他心仪的山水 不知做什么 要上山去 他不会拉起太太外人去 他自己去 这是自私自利 但是又要有人服侍他 有钱 旁边就有个书童 看到吗 所以中国的山水画 另外只有两个人物 一个孤独的男人 加一个可怜的书童 如果这孤独男人 是拿着弓援的话 连书童也请不起 可以的 那就一个人自己这样走 他的望呢 望去上山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画的精神 也都看到 中国的文人的悲哀 所以我们见到这些 那么伟大的山水画 只有两个很小的人物 而这些人物一定是有粟的 是沒有女人的 是一定男人 一定是有鬍子的男人 為什麼 因為十幾歲都要留鬍子 我們不可以剃鬍子 所以你不要看到山水畫 裡面見到人物個個長鬍子 一定是老人家 我們男士知道 我們一不剃鬍子就有很多鬍子出來 所以這些孤獨的男人 可以不同年紀 她是太子爺當然有個書童 她是太子爺 她是富二代怎樣呢 就是拿著古琴 她找到一個好地方 就坐在那裡彈琴 彈琴誰聽 給自己聽 這些可憐的讀書人 是沒有知音不謝的 所以中國的古琴 不可以去大會堂 古琴 是給自己孤方自上的 古琴的音量是很小的 古琴 不是打動你的心 是陶醉那個彈奏者的心靈 是自我陶醉 當然現在有麥克風 所以就可以彈古琴 你三四百個觀眾 可以聽到我出色的琴 但是古人 哪個人有古琴 只有讀書人 只有有錢的讀書人 有個古琴 上去 沒有知怎樣 有錢 拿個水壺 去到深山夜靈 煲水 做甚麼 喝茶 有錢就拿個酒壺去喝酒 沒有錢就拿個茶壺去喝茶 所以你看這些古琴 就看到這個情景了 他的助手就是那個書童 沒有了 偶然就看到兩個孤獨的男人 在山上撞到 哎呀你又來了嗎 一起坐下 我有泡泥茶 喝吧 看到兩個孤獨老人就坐在那裡 這個就是由宋元明開始的山水畫裏面的人物 這個是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現實環境呢 其實未必 而是我們中國人畫風景畫 不是風景畫 因為現實的風景不只有兩三個孤獨的男人 山上有斬柴的潮夫 是不是 有很多不同的人等 但偏偏呢 這些山水畫 就是那些書生寫的 書生是寫自己的感情下去 所以我們 講我們中國人畫風景畫 不是風景畫 是中國特色的風景畫 我們叫做山水畫 這個山水畫 原則上是寫一個人 天圓地方曲水的人 如果不寫圓 不寫方 不寫曲水 就寫一個山出來 因為山水是藏風納水 是帶動我們氣 所以讀書人心明這個道理 所以上山去做什麼 就是找氣 找氣來受 一路去走 這就是讀書人為了要避世 去做這件事 我們中國的山水畫 由唐朝開始萌生 為什麼 因為唐朝開始 過了五湖亂華的亂世 所以 開始有錢 有錢為什麼 看下旅遊公司 哪裏有 又好的 又便宜又靚的 旅行團 以前辛辛苦苦耕耕 現在耕耕耕耕耕耕 又有錢了 突出自己的花園 就走向郊區 去到郊區 就看到周圍的自然環境 所以 唐朝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 富庶了起來 就因此會 出去交遊 去認識這個大自然 就要寫這個大自然 這是好事 而他們認識了這個大自然 不是說 先秦漢朝 這個大自然就是一個人 而他們認為這個大自然 原來是比他自己這個個體 偉大很多 非常大 所以我們去到五代的時候 中國人畫山水的技術成就了之後 成熟了 他們就要畫一個大自然出來 這個大自然 在畫紙上面出現的就是 一幅山水的全景 整幅畫畫出來 何謂山水的全景 除了一個山 就真的畫了一個山 崇山晉嶺 太平山有多高 就畫到山頂這麼高 這個全景 就是中國早期山水畫 一個構圖 偉大的山 偉大的山 偉大的水 到後來 銀紙貶值了 沒有錢去那麼遠旅行 去一些近的地方 去附近去看 那看什麼呢 就看一個殘山淨水 不是看一個大景 看不到一個大景 就看一個角落的景 所以去到宋朝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去畫一幅山水畫 盛水怎麼寫 這個嗎 剝著這個 不會 乘車的乘 乘車的乘 不是 乘客的乘 加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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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讀書人 殘山盛水 何謂殘山何謂盛水 記不到一個大山就是殘山 記不到一個大河 長江和河都記不完 因此 他們畫的話 沒有全景給你看 一幅畫裡面 只看這裡這麼多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幅畫 給這麼多多你看 你知道這個畫家 是什麼時代 他是一個動盪的時代 就去到南宋 南宋 所以當時 南宋的畫家叫馬園 他畫的畫就走到一邊 叫馬一角 另外呢 也有一個很出名的畫家叫夏龜 他把畫畫畫在一邊 叫下半邊 所以在早期的山水畫 我們看到一幅大的全景 去到後期我們看到一幅山水畫 是一個角落頭 是一邊 要是左要是右 這是一個時代的特色 當然 過到宋朝的時候都圓 又另一個境界 去到元朝是什麼境界 元朝被南宋更痛苦 讀書人 元朝的社會階級 九如十蓋 十級裏面 第十級就是黑蓋 第九級就是壞鬼書生 沒有了社會地位 你是蒙古人就做大官 你是漢族人 讀書人 沒有用 因為蒙古人注重什麼 技能 工藝 不是注重你的馬蹄香 所以去到元朝開始 中國的讀書人 更苦惱 數回一千年前 偽進南北朝 陶淵明教我們避世 上山去做忍蝕 我現在欠人周身債 我要避那些人追債 我歸隱 我找一個別人不知道的地方 去藏自己 對嗎 那這個地方 陶淵明就做一個好的包裝 叫什麼 桃花園 其實那個是否桃花園 不知道是他自己才知道 如果我被債主 躲在那地方 躲在官堂一光工廠大廈裏面 一個A單位 你就找不到 這個叫避世人居 這個避世人居的地方 大部分來說 就是山裏面的一個角落 去到宋朝 讀書人 由導遊變為一個遊客 他遊覽 但去到元朝 他連遊客這個身份都做不到 沒有錢 社會迫害他們 於是 他就要坐在他的茅廖那裡 做什麼 發白日夢 他去不到外面寫面前的山水 他躲在自己的所謂書齋裏面 去寫山水畫 他這幅山水畫 不是他隱居的地方 這幅山水畫 就是這一班讀書人 最後的歸宿 他的歸宿叫什麼名字 是人間的淨土 是道教裏面的動天福地 在佛教裏面的淨土 四間有沒有淨土 有 一新博樂館外面的平台 我就做了淨土出來 這個是楊春堂這位壞鬼書生作出來 第二個書生不會做一個這樣的淨土 他有第二個淨土 其實這個淨土不是寫實的 是他心目中一個理想的安樂窩 而這個避世的地方 不是陶淵明所說的 只不過躲起來 人家不會去追打他 而他已經幻想到層次更高 這個不僅是避世 這個是一個快樂的地方 所以去到元朝 這班書生寫的山水畫 所造出來的山水 不是一定是黃河 不是一定是長江 不是一定是黃山 是他心目中喜歡的山和水 而他喜歡的可能是虛構 因為是虛構的 是他腦裏面想出來的 顏色對他不重要 他用水文已經寫出一片淨土 唐朝因為要做導遊 他告訴你 紅花綠葉他要填顏色 對嗎 你要去大江南北 我一定要畫春光水暖 畫了一個春天的景 畫了綠碧波上面的紅日 要上顏色 但到了我心裏面一片淨土的時候 紅黃藍白黑完全不重要 只是寫出他心裏面的世界 這個就是中國山水畫 古代山水畫的最後歸屬 畫出來 上不到山 你就畫出來 畫出來 畫得不好 怎麼辦 於是那些壞鬼書生 又想一些遊戲出來 怎樣想 做假山假水 何謂假山假水 所以就做一個盆栽出來 盆核 做一個盆栽出來 盆核 一個長的橋變成一個小橋 即是在花盆裏面 擺在哪裏 擺在寫字桌前面 天天看著 這個就是我的淨土 沒有 他們沒有能力走出這個火門 去看外面的世界 他只有陶醉自己 因此讀書人的書齋裏面 就有盆栽有盆境 他將他的筆左變成筆山 騙自己 將花瓶插著花來騙自己 不懂彈琴 跨琴在牆上 又是騙自己 一天夜夜做宅男 要他走出火門 上京考試 所以我們的 所謂用英文說 scholar's table 就是文房的用具 在中國工藝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擺滿壞鬼書身那種 自己騙自己的文具 這一批文具 骨子裡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心目中的淨土 就是他的理想的世界 就是他的烏托邦 那好了 有一些讀書人 他真的去畫嗎 怎麼畫呢 我們通常 去看一個景 我們打平去看出去 見到郵輪畫頭又畫郵輪畫頭 視線是這樣打平出去 打平出去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中國人 我說過天人合一 中國人是希望什麼 看到天 天這麼高 你打平出去看不到天 要怎樣才能看到天 所以一幅畫 就在這裡看到這塊石頭 這裡呢 就有壞鬼書身彈琴 這裡呢 有個山峰 這個就是你躺在這裡看到上面的 這個就是叫前 這個位置就是中極 這個就是遠極 所以一幅傳統的山水畫 最近你那個位置就是畫的最下面 中間你自己演繹 最遠的地方就是畫的上半部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透視感 這個叫做高遠景 這個叫做高遠景 很多畫都畫高遠景 因為我們中國人要望天 我要見到天 那如果 你用現代或者西方的寫實手法 這個遠景一定是什麼 迷蒙的 是遠的 但是我們中國人不是的 永遠呢 差不多顏色 所以你不要怪我們中國人沒有透視感 我們不是蠢 我們不是畸形 只不過這個是我們的哲學 那第三個方法是怎樣呢 就叫做深遠 這裡是一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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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幅畫是這樣的 簡單來說 就是高空看下來的景 就不是在低處看上去的景 你當自己是小鳥 在高空看下來 因此你見到 太平山 大霧山 獅子山 南亞道 全部是高空的景 這個就是深遠景 深遠景 在古人來說很難寫 因為他坐不到飛機 他要爬上山頂 才能看到這個下面的景 他可以寫 但是很難度高 很難度高 近幾十年來 很多中國畫家寫過 深遠景 因為他可以坐飛機 他可以在高空裏面 看到下面的 黃山 黃河 長江 珠江 全部寫完 他可以寫 雲海之下的長江 但是古人 沒有可能做你一樣 所以古人只可以寫到我這個環境 蟲蟲的山 蟲蟲的海 這個是深遠景 深遠景 高遠景 平遠景 全部 都沒有一個焦點 你拍照有焦點 西方人畫風景畫 是有一個主角 中心點 這個就是focus的焦點 是吧 你寫摩天大廈 那你就畫摩天大廈 旁邊那些是次妖 但是我們中良畫 這個所謂風景 或者一個山水 是沒有的 前景 中景 遠景 都是焦點 在空中 看下來下面一片的田園 全部都是焦點 所以西方叫焦點透視 所以最近你的景 一定是很 深色的 是很清楚的 離開焦點 就迷蒙一片 這個是西方人的透視 亦都是現實的透視 但是你中國古人不是 中國古人是用一個散點的透視 一幅畫裏面 有很多種演繹的方法 舉例 一幅畫有平遠 有高遠 有深遠 三種方法都用完了 是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寫山水畫的特色 第二個特色 我們中國人 要表達 一個山 一個石頭 西方人很容易 用顏色 用顏色 西方人畫了它的時候 就一定有光暗 就是有深淺色 我中國人都說過他不喜歡光暗 他要表現立體 他用線條 而這種線條 我們叫筍法 筍就是石的紋味 山的紋味 用鮮條去畫它出來 如果你想它立體 你就加多一些線條 你就看到這個石頭 是凸了出來 一個山 太陽光 在這裏過來 如果西方人 就認為 這裏是黑的 陰影是這樣 那就變了這個石頭 是凸了出來 我們中國人沒有光暗 這裏是黑的 所以西方人都畫了 偏偏不是這樣畫 最光的地方是偏要做黑的 兩塊石頭 一個西方 一個中國 西方這樣的層次 這個地方是最近來的 望到上面是高的 所以是光的 因為接近的光源 陽光 但是我們中國人 就是說這裏很高 我要告訴你 這裏是很高很高 如果不畫出來 你不知道有這麼高 所以它要畫出來 整黑它 而下面這個地方 是虛白的 如果在這樣的環境 你用一個古人的心情 告訴我們 這個山峰 是高高在上 現在山峰的腳 是虛無飄渺 你可以知道這個山有多高 高到你摸不到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畫石頭 畫山的那種透視 是和西方的觀念是兩回事 所以 西方人畫石頭 這裏是有影 但我們中國人畫石頭 這裏是有影 偏要 最深的地方就是這裏 你看看我們中國古人的畫 一個高遠的畫 畫的最高的部分 所有的樹木石頭 全部都畫出來 而西方人畫一個山峰的畫 上面的樹是見不到的 是吧 這個就是 中國的山水和西方的風景 是兩個世界 而兩個民族 兩個文化演繹出來 都是告訴我們 山是高的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那種文化 我們要寫一個淨圖 所以到了明清的時候 班讀書人躲在書房去畫 一個虛擬的山水 一個虛擬的山水 用什麼準則去寫這個理想的世界 一定有一個準則 這個準則是用什麼 用風水的原理 所以中國人最後的淨圖 就是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原理 去製造一個標準的山水畫 金木水火土 木是直的 水是曲的 金是圓的 土是四方的 火是尖的 你不要跟我爭 我跟我爭 不是我某人想出來的 是古人告訴我 有道理的 樹是直的 好嗎 好了 木生火 大家不用爭 火生土 火燒土土 變了瓷器 土生金 金屬在泥土採訪回來 金生水 你放在受驗室煲一煲鋪 它會出水 水生木 所有植物要用水種 一個很高的山峰 壞鬼書真就坐在那裡 這個這麼高的山峰 這個山峰 用金木水火土五能去解釋 它就是木 如果山峰是尖的 它就是火 這麼高的山峰 如果只是一個沽峰 沒有生氣 因此一個淨土 一定要給它氣 給它生氣 木是直的 火是尖的 因此 在高山上面 那些文人 就畫了一個瀑布出來 你看到很多中國的山水畫 是畫了瀑布 這個瀑布是騙你的 你見香港有多少瀑布 你見香港有多少瀑布 這個瀑布 木 是生火 如果水流是尖的話 就是熟火 現在沒有水流 你回家看你住的屋 如果你面前的馬路 這條馬路是這樣的 一個銳角的話 這條馬路是熟火 因此這個瀑布 通常做了一個尖角 我便站在那裡觀瀑布圖 那瀑布真是很漂亮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在古人用這套五行的觀念 是一個這麼大的山 非常大 大到不得了 一個這麼大的山 沒有生氣 因此 一個理想的淨土 這個山 是荒的 什麼黑土 木黑土 所以在高山上面 就畫了很多樹 那樹是直的 因此一個四方的大山 畫了樹上面 整個山 就好看了 那樹都不夠高 於是 我們中國人更聰明 建一個塔 塔是直身的 代表木 用一個塔 鎮住高山 因此 我們中國人 那個理想的山水畫 有樹 有塔 有木 而你們入到中國內地 見到那些山 無緣無故霸出一個塔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那個不是佛塔 那個是風水塔 就是拿一個塔鎮住山 那個塔的作用 你進去 沒事的 做了一個塔 真的 但是當你是一個遊客 你不是一個導遊 當你是一個遊客 去到這個山 這個環境 看到一個塔 你會走過去 你很八卦的 走過去 進了一個塔 看看什麼 原來沒事的 不要緊 就拿著背包 喝口水 然後那個塔 看出去 一天拿相機拍照下面的風景 就好過 沒有瓦車頭 那個塔 可以避風雨 可以吃乾糧 可以煮茶 這個 就是 用金木水火塔 這個原理 製造了一個淨土的山水 蟲蟲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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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水的形狀 蟲蟲的高山 如果你不用金木水火塔 雙生雙黑的原理 我在蟲蟲的高山之下 我要藏風納水 因此我就畫了一條河流 這條河流 就滿然曲折 所以在蟲蟲的高山 橫向一個全景 通常下面 就有一條 這樣的彎曲的河流 彎曲的河流 就代表曲水 一個曲水的山峰 加一個曲水的村流 就變成一個順山 順水 這又是一片淨土 所以如果你的家裡 大廈是這樣的 你下面的樓 不要介意這樣 其實是吉 大吉的吉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不要經常罵政府 這樣其實是好的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 到最後畫山水畫 就躲起來去寫一個平面的山水畫 主要是水墨 但是如果用顏色沒有問題 我們中國人用顏色用得很巧妙 我們中國人用顏色不是跟現實的 你不明白我所說 現實沒有那種顏色 於是 春天 春天的景 去畫個山 這就是紅鶴色 即是啡紅色 那就將綠山加一些啡紅色 一個淡啡色 夏天 這個春 這個夏天 萬物欣欣向榮 全部是綠 和綠 綠代表謬綠 就是長得很豐盛 到秋天 難搞了 秋天 就只可以 是 一邊 就是這色加綠色 一邊就是這色加黑色 那就是鴛鴦的 到冬天 這個劉伯 就代表有雪了 是吧 所以你看到我們中國人 春夏秋通四景 四時都要封城 但是用三種顏色 去表露到春天 一個淡啡色 加一個綠色 開始生長 到夏天 全部默默 遮到葉 樹葉出來了 所以用一個綠 最深的色 淡一點就用一個綠色 到秋天 就一樣一半 到冬天 有些退色 退色是怎樣寫的 不寫的 留白 這就是西方人沒有這個觀念 因為這個不現實 我們看到我們中國人 寫山水畫 跟我們的文化 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天人合一 山水畫也是寫人 人物畫也是寫人 不過山水畫的人 就是天地人加個水 山和水是帶給我們靈氣 Energy 所以我們要寫山水 我們寫山水畫 由唐朝走出大自然 看到現實的山水 於是畫家做導遊 介紹一幅幅美景 但是去到後來 一班書生 虎老的書生 他改變了角色 他要將自己不做導遊 擺在自己做遊客 因此後期的山水畫 我就看到一個作者在裡面 是一個孤獨的作者在裡面 每一幅山水畫 都是見到一個孤獨的老人 一個孤獨的男人 一個孤獨的書生 在裡面 到最後 這些山水畫 全部可能沒有根據 它的根據就是我所說的 這個金木水火圖 就是道家的金木水火圖 也都是佛教告訴他 這個世界上是有淨土的 但是這班書生 當他們張開眼睛 看到外面的世界 只有焦土 只有荒土 只有硬土 天啊 何處會滅荒草 是沒有的 其實佛教告訴他 淨土在哪裡 就是眼前 眼前你用眼去看它 你的眼睛看到什麼 就是你的心中的淨土 所以讀書人如果他有快樂 他找到他的淨土 他的淨土就是他的心 所以他躲在書欖裡面 去創造自己的淨土 製造盆栽 製造筆山 製造花瓶 他的書欖裡面 就是一個大自然的世界 他的書欖就是他眼前的淨土 如果當他連最後這個赤金寸土的書欖都沒有了 那些書欖都沒有了 怎麼說 那就亂寫 所以到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我們現代人寫山水畫 就是寫那種異景出來 那你的異景 你做不做得到呢 就是令不令到你感受呢 因為這個意境很抽象 早期的話 他要看到風景 他要生情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幅畫 能夠觸景生情 好厲害 到了畫家 後來 他將自己 擺了一幅畫裡面 異情入境 他將自己希望的東西 走入境裡 床前明月光 我就低頭思故鄉 我見到月光 我楊春堂就想起鄉下 但旁邊的書生就想不到鄉下 他想到另一件事 床前明月光 低頭思美人 這是兩回事 是吧 這就是將自己的感情入境 但早期觸景生情 你見到一個高高的深山 見到兩個和尚擔水 你就知道 哎呀見到這個景 生什麼程 你知道在深山裏面 有高人在這裡收圍了 你去學習你就走上高山 你就找高人指點 那這個就可以觸景生情 那因此 我們中國人畫畫 寫詩 其實來來去去 都是這兩樣東西 觸景要生情 你移情要入境 就製造了覆覆的山水 如果你最後能夠做到 好 情境交易就阿里陀佛 你已經得到他心中的正法了 多謝各位 請問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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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 你 好